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迈 今天为了解介绍的是一部系列科幻片《黑镜》,人与武器的对抗 未来世界,士兵的脑子里都被植入了麦斯芯片,能够实时侦测到地形和接收各方面的情报 这个世界的危机不再是各国之间的战争,而是名为蟑螂的敌人 人类被病毒感染了就会变成蟑螂,如果在几十年内不消灭它们,这种病毒还会感染到婴儿 到时候情况就会变得不可控,所以士兵的任务就是消灭所有的蟑螂,绝不留情 它们在外貌上也和人类有所不同,一张苍白的脸和只能发出嘶吼的声音 小黑第一次出勤就消灭了两只蟑螂,在真刀真枪地干倒一只蟑螂后 他捡起了蟑螂一直拿着的绿光笔,一阵绿光扫过了他的眼睛 但小黑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也就没有在意 此后他经常在训练中出现头痛和视线不清晰的症状 他认为是麦斯系统出了问题,前去医务室做检测 却被告知没有异常,应该只是战后出现的不适,需要好好休息 没过多久小黑再次出勤,这次他却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接收到战斗图像 队长被蟑螂打死,队友金发妹带着他一起冲进了蟑螂的基地 小黑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惊恐的人类 他安慰他不要害怕,让他赶紧离开这里 没想到刚总出门他就被金发妹打死了 小黑非常的愤怒,质问金发妹为什么要开枪打死人类 没想到金发妹冲进了一个房间,对更多的人类进行扫射 小黑也因为阻止他中了一枪,随后立马打晕了他 带着幸存的一对母子开车逃离了这里 小黑因为中枪昏迷,醒来后发现自己被母子带到了地下室中 母亲告诉小黑,他们脑中植入的麦斯系统可以屏蔽蟑螂是人类的事实 而其实所谓的蟑螂是指有基因缺陷的人类 为了人类的优质繁衍,他们就必须被清除 之前扫过小黑眼睛的绿光是他们研究出来的装置 可以让麦斯系统从内部关闭 让他们看到蟑螂的真实面目是人类 小黑刚刚才明白这一切都是阴谋 金发妹就顺着血迹找到了这里 开枪打死了母子二人,将小黑带回了基地关禁闭 小黑知道了真相,上司也不再隐瞒 由于士兵们在战争中会不忍心开枪 很多真正开枪杀敌的士兵在参加完战斗后 也会有很严重的心理创伤 他们便研究出了麦斯系统 这个系统可以将敌人的图像转变成怪物 求饶和哭喊变成嘶吼 这样就可以提高士兵的作战效率 而如今知道真相的小黑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清除掉这几天所有的记忆 重新当一个猎杀蟑螂的士兵 二是被关在禁闭室 永无止境地观看自己前两天猎杀蟑螂的真实现场 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妥协 若干年后,小黑回到家里 他眼前出现的是妻子等待他的美好场景 而现实是,眼前只剩下一栋衰败的房子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好看的电影哦 《科幻真剑》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